印象深刻的課程第一個不外乎的是環體 環境體驗 也是我們大一必修一直外出邊玩邊學 環境體驗第一個 我們那時候向原生學習去爬司馬庫斯 司馬庫斯在哪裡呢? 在新竹的尖石鄉 那在哪裡呢? 你想像一下新竹縣、桃園縣、宜蘭縣 中間的那個地方 對 就是那裡 它是被稱為黑暗的部落 也就是台灣島裡面最晚有墊的部落 然後裡面的 我們就在那邊爬山認識有夠累 然後又失了 你看到有很多人穿雨衣 後面雲霧繞 其實那幾天真的非常想死 因為非常累 然後回來之後還要再做這個 就是撤會出來的地圖 然後去進行Presentation 去跟當地的 他們的原住民族的朋友 然後一起去做分享 我們這幾天觀察到 你們的聚落空間到底是長什麼樣子的 然後 大一下下鄉環境體驗的時候 這個是我去了美濃的地方 那這是在美濃的水蓮田 我們就直接看到 他們的水蓮是怎麼種植、怎麼採收 所以 其實我就在水裡面的那一個 穿青蛙裝 然後正在弄那一個 我正在把那個葉子弄掉 那為什麼要學這個呢? 其實是開始在觀察 地景當中 農地 它如何去生產到 它 製作到 後來 銷售端的過程 你把那一個 軟體的Program 也就是 它如何去做這件事情的 那一個 脈絡、理清楚之外 你還要知道 它的空間反映出來 是什麼樣子 然後它可能需要什麼樣的空間 比如說像這一個 這是真其上的大哥 他在做有機農田 他就需要一個 農具的地方 他需要放肥料的地方 像他現在正在撒肥料 然後他撒完肥料之後 叫我們那個土 那個鐵牛肌怎麼弄 然後怎麼整地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開始 種那一些玉米 然後來告訴我們 就是 整個他們的有機農業是怎麼進行 所以 現在回想來看 對 當時我在學這件事情 但是當下的我會覺得 欸 那個 那個 田真的 還蠻美的 對 就是這種反應 然後 然後 其實印象很珍貴 就是我第一次生吃玉米 就是在 曾奇上大哥的田裡面 其實 那真的印象很珍貴 就像是 龍貓裡面那個小梅一樣 直接巴了 他的蔬菜直接吃的那種感覺 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全市景觀的部分 這個是達爾的選修 我翻轉了我頭腦當中的思維模式 一個很重要的課 他是 非景觀背景的 一個很厲害的老師 叫做 張旭華老師開的課 那張旭華老師他反應非常快 然後 也很會罵學生 然後 會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大二的時候呢 我們來到這個 佛光森佛的念館 以我們一開始出現的景觀設計的訓練 會認為說 動線不好 因為我們一下遊覽車之後 你看到前面又是車 所以 其實人 車動線是有衝突的 那人會走在一個很不安全的地方 然後一進去到第一個主店 就是第一個建築物的時候看到的不是佛 也不是 也不是其他的菩薩 看到的是 星巴克 然後 看到的是 Seven 看到的是賣雙琴的地方 然後覺得 這地方真的是佛陀紀念館嗎 然後再往下 就會看到這個 就是阿塔大佛 然後可以進去禮佛 但是進去禮佛之後發現 每一個 建築物的轉角空間全部都是 捐款箱啊 然後你可以付個100塊啊 或是200塊你就可以進去裡面 抄寫經文啊等等的那種 所以你覺得這整個空間非常的消費 然後這整個空間很沒有宗教的感覺 這是當時一開始我們跟老師進行討論的時候 我們提出來的觀點跟想法 那是大二的時候 可是 老師就反問我們說 呃 你又不是真的他最主要客戶 他幹嘛滿足你 然後就 嗯 對耶 然後他接著他就說 他最主要客戶是那一些一台一台油軟車來的人 那些進香團 那些進香團幹嘛 他就是 阿姨阿伯阿桑那些 最好就是有個地方可以讓他們耗上一整天 這個空間裡面 他雖然一開始的時候 喔很亂沒有錯 但一進來 他知道這邊可以消費 等一下這邊可以逛 所以他就一路殺到最裡面之後 開始去進行他禮佛的動作啊 然後開始心靈得到佛的慰藉啊等等的 然後捐款得到一些就是 對 你知道 然後 然後 逛完佛頭那一塊的時候 出來還有八個塔 你可以一個一個塔這樣 逛 逛 逛完之後呢 最外面你又 adjustable 所以你可以在這一整天當中 都耗在這個佛進的緣区裡面 對他們來講 超棒的 我就突然覺得 對耶 這個警官 他需要進行詮釋 他需要站在 不同的使用者角度來想 為什麼一個 我 我才 學了初前 警官設計師 的 設計訓練 那 來看這個地方 就直接認定他是不好或是好 只是因為 這個完全打破了 我原本的思維模式 我們必須要站在不同的觀點 可以來討論同樣的一個現實環境條件當中 它就有不同的詮釋的方式跟結果 再來是一個就是中原景觀很重要的課 叫中國園林藝術 它是大二必修 中國園林它有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說雖由人做晚字天開 也就是說中國園林的時候 它其實是雖然是人去把它做出來的一個一個園字 但是它就像是天照地色一樣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環境 比如說像是你可以看到這一個是 在蘇州的網絲園 中間那個亭子呢是月道風來亭 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在那個亭子裡面 風吹過來 然後月光倒影在那個天光雲影共徘徊的這個池面上 然後池是沒有一起波瀾 然後非常平靜非常失意的一個空間 這個地方的每一個木 每一棵樹 每一個草 每一塊石頭都有它的意義 他們可以把立起來的時候想像成是一座山 它就會開始不斷的聯想聯想聯想 你也知道就是 讀過國高中嘛 就是命運法很厲害 這是中國人的思維邏輯的一個一個 一個固定園林 那我們在學習的就是它的設計手法 如何讓水看起來更深遠 比如像這個角度 它其實就讓那個水面看起來很深遠 比如說像這一個角度 這一個呢是蘇州的蒼茫亭 它怎麼樣讓這一個 你所站的地方位置提高一點 那水面再壓下去一點 這種空間的對比手法 你就可以創造出無限的那種深遠的感覺 這是我們在園林當中學習到的事情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要做一個就是 看你是做多大的筆 這個是跟老師討論 要做哪個範圍啊 多大筆 像我們那時候就把 蒼浪亭的主景區 就是外面的這一個水景 跟裡面的山景全部都做了 那這個模型 我們那一組同學大概 做了兩個禮拜 完整兩個禮拜差不多吧 就是完成這個模型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很酷的課 環境風水學 這個是我覺得 華人世界不可不知的基礎嘗試 比如說它是門前不能種一棵樹 那是泥尖煞 這種東西呢其實很有趣 就是我們風水科老師 劉愛欣老師他其實跟我們分享了 非常多相關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談什麼風水呢 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談的是這一個 鑾頭派的洋宅 在蘇爾凱語學裡面 分成這兩個派別 鑾頭派在看的是山水形式 里氣派看的是方位 也就是顏色等等的 所以為什麼拿羅盤 那個就是在看那個里氣派的東西 但是鑾頭派在看山水形式 它其實跟我們景觀系形式相關 哪一座山它可能有什麼樣的意涵 我們必須要知道 哪個水它的流動 跟我們所租的空間 是如何去進行相關的風水上面討論 這我們也需要知道 這很重要 所以老師其實一開始就在跟我們講 氣這個東西 這個字念氣 它很麻煩 我會說很麻煩 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老師就已經講了 三堂課以上 我不可能在這個影片裡面 跟你們分享氣到底是什麼 而且說得你能夠理解 那我只能夠先稍微帶到一下 它是一種與自然互動的價值觀論述 也就是說 開始去捕捉一個自然環境條件當中 可能龍脈是怎麼看 然後龍脈出來之後 它的氣是怎麼走 它的氣的短點如何出來 然後我們要如何把這個氣給留住去續氣 那個續氣可以造成什麼樣更好的環境品質等等 那個字都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那我學了風水課之後 其實老師也很坦白講 你上完整學期也不一定真的會看風水 但是你上完整學期之後 你最起碼知道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價值觀的論述跟脈絡 所以我回來再來看自己的北投 用風水的觀念來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前場背石 也就是前面是開場的 後面是有靠的 也就是後面其實是靠著大屯山脈山系 這是北投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然後前面呢其實是有朝山岸山 到遠處的觀音山 它其實是讓氣不要那麼快的流走 因為前面最遠的地方其實是一條淡水河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中間的地方 就是從你的右手邊一直延伸過去的這一條線 右手邊延伸過去的這一條線 它其實是一連串大屯山系走過去的路徑 也就是龍脈的一隻 那龍脈一隻過去的時候 那個端點的地方到出海 就是到那個山要結束的地方 它其實是什麼呢 是關渡宮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宮廟 其實都會通常都會坐落在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那那個關鍵位置並不是說它交通有多便利多好 而是它是跟著這個山水形式在走 它是氣的出口 而那個氣的出口仍不適合居住 因為有時候氣太強 所以那個是神佛在的地方 所以關渡宮就會在那個位置 而相互也非常鼎盛 這是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回來解釋我所做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老師呢 也會帶我們去校外教學 這就是北浦 這是北浦的磁天宮 那後面的那一座小山呢 就是稱為北浦的父母山 也是他們秀卵山 那北浦因為這個秀卵山的氣的出口關係 然後設了這一個磁天宮 然後再從這磁天宮為中軸開始去發展 這整個北浦的舊成去聚落 所以老師就開始跟我們在分 就是開始在分析這整個空間的佈局架構 從磁天宮開始 邁出來的脈絡當中 重要建築基本上都環繞著秀卵山的呼應 它有所呼應 它不一定是直接的對應或是對立 或是軸線什麼的 那其實都還好談 但是重點是它幾乎都會呼應到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價值觀點 我們都會開始去試著去靠一座山 所以我們會說靠山 那那個就是一個我們在討論的價值觀 落實到空間當中 所以後來看我那座山是什麼山 所以老師又帶我們去看後面的龍脈 就是一路到那個兒宮祭山的地方 就是這一整個場景 去看整個北浦的風水聚落 那風水課其實說到最後 老師就跟我們講是 你會發現它是通通通的概念 什麼叫通通通 就是前面兩個通是 比如說通通不要的那個通通 那後面通的話是 就是這個通 對 比如說我下面講的 呃 外圓內方 尊卑主持 這種做人處事的道理跟原則 其實都會反映在空間當中 比如像外圓內方 就是外面要有一些 環保維護保護的東西 而裡面要防震的 空間佈局 才會穩定你的居住環境條件 等等的這種說法 它其實同時也反映到是 欸我們做人處事其實在外圓內方 這種價值觀是在不同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全部都是一個價值觀 論述個觀點 其實這邊通那邊也通 然後到那邊也其實說著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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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光 對 鵝珑 他